我們先看到是TRIM函數 它基本上是能夠針對我們對象儲存格裡面的多餘的空格 我們可以將它加以清除 這對我們計算來講是非常有用的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要計算 這個第一個A3的儲存格 我們該怎麼清除它多餘的空格 首先我們輸入等於然後打上TRIM 然後只要將我們所需要的清除空格的這個對象儲存格 然後填進去之後呢 輸一個右掛戶按下輸入這樣就可以了 那這樣子就可以把我們的這個在 儲存格裡面的多餘的空格給清除掉 那也可以減少就是我們計算錯誤的機會發生